一个特殊的朝代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太监 他滥杀忠臣 结党赢私 他是如何爬上权力的巅峰的 面对这个号称史上最坏的太监 年轻的崇祯皇帝又是怎样步步出招 最后一招至胜 金铁传奇即将为你解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铁传奇 我是冠志 我们的节目正在今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话说明崇祯元年 大明王朝的很多官员陷入了极度的惶恐之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崇祯皇帝派出的锦衣卫 会在什么时候突然上门把他们抓走 陈大人 在下被政府司审恋 崇祯元年也就是明崇祯皇帝登基的那一年 正常情况来说呢 新皇登基要的是政局稳定 可是崇祯皇帝却没有按常规除牌啊 而是一上台就立马掀起了著名的魏忠贤燕党案 那么你要问了魏忠贤什么人呢 燕党又是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他们究竟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 以至于崇祯皇帝一上台就要如此大动干戈呢 具体咱们从魏忠贤其人说起 史料记载魏忠贤原名魏四 出身的黎元世家 不仅林亚历齿能言善变 人也长得很帅 可惜此人从小就不好好念书 喜欢跟地痞流氓混在一块 是个街头混混 但是在他21岁那年 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变 因为欠下高额的赌债啊 遭人追杀 为了保命 魏四一狠心把自己给切了 进宫当了太监 并且改名叫李尽忠 不过说到这咱们要稍微纠正一下 说魏忠贤进完身 一进宫就当了太监 这个说法其实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明朝的规制 皇宫里边那些个 进了身的宦官 分为四个等级 每个等级呢都有不同的称呼 比如说刚刚进宫的叫士童 干的呢都是一些最下等的活 比如说刷碗呢 倒马桶啊这些 熬上几年 活呢干的好一点 有人赏识了 就可以上一个等级 叫建成 而建成往上 则是少监 这个时候就可以管一摊这事了 比如说电视剧 大明王朝1566里边 第一集 那个被罚贵在雪地里的冯宝 当时他的身份就是少监 而比少监级别更高一级的 那才是真正的太监 注意啊 别看只有四个等级 可是要从士童当上真正的太监 这中间的过程可谓是凶险至极 因为太监当中的这个权力斗争啊 那也是极为激烈的 稍有闪失 随时可能被仗毙 但是这个魏忠贤呢 李进忠啊 魏四啊 相当之厉害 不仅爬上了太监的高位 而且平不清云 做到了私立剑的丙比太监 那就是帮皇帝代比诸批的太监 在所有太监里边 拿地位数一数二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就得说到 天启皇帝诸游教的奶妈且世了 石召记在天启皇帝诸游教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她由奶妈且世一手带大 因此呢 她和奶妈之间感情非常深 登基之后不仅封且世为凤圣夫人 赏赐了大量的财宝 还将后宫当中很多重要的权利 都交给了且世来掌管 那么以魏忠贤的精明 他当然看得出来 且世在天启皇帝心中的地位啊 所以他是想方设法巴结这个且世 怎么巴结呢 日常的嘘寒问暖 那就不用说了 据说有一次魏忠贤居然花了500两银子 弄了一桌60道菜的大席面 请且世喝酒 哎呦为把且世给感动的呀 那真是啊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这还不算 说就在那次大席面上魏忠贤啊 公然向且世表白 说自己怎么怎么就喜欢你 怎么怎么就爱上这个且世 为你死心塌地啊 暗恋许久 完了 人到中年啊 本来就虚荣的且世 哪经得起这般吹捧啊 加上魏忠贤长得帅 他可就真的动了心了 而魏忠贤正是凭借着 与且世的这层关系 平步青云当上了明彼太监 上了这个高位 并且最终一度成为了 大明王朝的实际决策人 那么你又要问了 明彼太监虽然地位特殊 可不管怎么样 都只是一个宦官呢 内侍而已 只是皇帝的代彼 这个魏忠贤又怎么了 能够这个掌控朝政呢 这必须说 这魏忠贤伺候的天启皇帝 朱游教实在是太奇葩了 史料记载 天启皇帝朱游教 从小就不好读书 但是他有一项特长 就是做木工 经常领着一帮的小宦官 搞自主研发自主创新 今儿做个特别的箱子 明儿弄一把特别的椅子 整天在这个木器设计和制作当中 自得其乐 而且是不亦乐乎 发现这一点 魏忠贤可就动上脑筋了 他先是积极鼓动皇帝 在木器制作上 一往无前发扬光大 怎么鼓动的呢 他故意把这些个东西偷出去 拿到集市上去卖 然后又偷偷派人高价去买 回来就汇报说 皇上对不起啊 我看你这东西搁那也没用 我就拿到集市上去卖了 卖了多少呢 哎呦 很奇怪 一般人做的东西才卖十两 可是您做的这东西啊 人家抢着买 卖了一百多两银子呢 朱油教啊 听他这么说可就来劲了 在自己的爱好上啊 得到了市场的认同 了得嘛啊 太开心了 我这个手艺的确不痛凡响啊 我得多做一点啊 于是每天天启皇帝 就在后宫乐此不疲的干了的木脚活 那么问题来了 皇上每天忙着做自己的木脚活 大臣们的奏折 依然是每天要送进来的呀 那怎么办呢 魏忠贤很阴险 专门挑皇帝干得最起劲的时候 把大臣们的奏折给递上来 就这样 魏忠贤利用朱油教的爱好 一步一步掌握朝堂 成为了明王朝实际的决策人 一时是权倾朝野 登上了一个太监的人生巅峰 那么既然说魏忠贤燕党案 那么这个燕党又是怎么回事 他们又干了哪些十恶不赦的罪行 那咱们下节说 有人说魏忠贤是历史上最坏的太监 那么他到底干过哪些坏事 他权倾朝野 可是为何新皇帝上台 一到圣旨就能将他赐死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魏忠贤燕党案之谜 经典团期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咱们说了 魏忠贤是如何爬上高位 掌控明廷朝局的 那么所谓燕党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所谓燕党是相对天启皇帝 明西宗时期 另一个政治团体东林党的称呼 明朝的东林党人是一个文官集团 他们倒是有一副非常出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驾驶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在语文课本里有 明西宗早期的时候 东林党人曾经控制了整个朝局 出了几个有名的大臣 比如说内阁首府叶相高 吏不尚书赵南兴 都是当时的名臣 起初魏忠贤打算使用结交他们的手段 将东林党收入他的旗下 和他在后宫的势力连成一片 可没想到东林党人哪能瞧得起 一个内侍宦官呢 不仅如此 针对他在宫里不务正业 每天竟哄着皇上玩 导致皇帝不理朝政 东林党人还多次严厉斥责过他 说他是霍乱朝纲 这引起了魏忠贤的警觉 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开始利用各种名目 对东林党人进行打压 其中被魏忠贤害的最惨的是 东林党的一位代表人物 时任左副都御使杨连 常看古装剧的朋友都知道 所谓御使就是专门负责监察百官的 朝廷里边谁有问题 他就弹劾他 那么魏忠贤为什么最恨杨连呢 因为这个杨连呢 早就看魏忠贤不顺眼了 天启四年 他整理了所有材料 列举了魏忠贤24条罪状 写的是清清楚楚 准备上朝弹劾 可没想到 结果却触碰了他的意料 因为杨连的这个奏章 并没有送到皇帝的面前 而是直接落到魏忠贤手上了 结果可想而知啊 没过多久 杨连就被罢官下狱 这还没完 杨连被下狱之后 魏忠贤又派出亲信 和当时的狱作勾结 将一根铁钉 钉入杨连的脑袋 结果杨连惨死狱中 由此杨连案 也就成为了 明朝有名的大原案 随后魏忠贤利用各种手段 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打压 当时在这种情况之下 官员想要在官场立足 就必须投靠魏忠贤呢 据史料记载 最高峰的时候 明朝官员竟然有高达七成 直接听命于魏忠贤 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燕党 久而久之 皇帝的权力被架空了 魏忠贤也迎来了人生的巅峰 人称九千岁 距离皇帝的万岁称号 仅一不知遥啊 那段时间以魏忠贤为首的燕党集团 可谓是一手遮天 整个大明政坛那就乌烟瘴气 当然了 要说魏忠贤想直接取代皇帝 他还没有这个胆量 但是在怎么保持他的权势上 他可谓是费尽心机 天启三年明西宗的皇后张氏有孕 于是且是暗主宫人 于碾背时重碾腰间 孕坠 就说张皇后怀孕了 魏忠贤的对食且是 却暗中嘱咐宫女 在给张皇后按摩的时候啊 使劲的 拼了命的用力按压张皇后的腰部 导致张皇后遭产 没过多久 婴儿就死了 除了皇后 史书上还记载说呀 且是和魏忠贤相互勾结 对后宫有孕的妃嫔 那但凡是怀孕 那狠下毒手 其中玉妃张氏 以有孕之身被禁闭绝食而死 冯贵人遭他们诬陷被刺死 成非李氏被封禁闭 等等等等吧 反正猪游教想生儿子 那不可能 接着他们做的第二步是 浑水摸鱼 据史料记载 皇后流产后不久 且是从娘家找了一个怀了孕的漂亮婢女 打扮成宫女儿 带进皇宫 并且安排在了皇帝的身边 且是的手段很简单 只要皇帝临姓了这个甲宫女 那么这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就说不清楚了 而以且是的地位 只要她说是龙种 那就是龙种 这样一来 她娘家的孙子也就成为了皇子 那她和魏忠贤的地位 不就永久的保住了吗 这招够阴毒吧 不过还好 她的这招没能得逞 因为明熙宗始终就没有临姓这个甲宫女 不仅如此 更让魏忠贤和且是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让天启皇帝明熙宗绝后的这一招 恰恰给他们的末路埋下了伏笔 天启七年 明熙宗朱游教突然病重 而且很快病入膏肓 刚才说了 天启皇帝没有儿子 大明王朝的江山 谁来继承呢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没有儿子还有兄弟呀 按照兄中弟级的组织 朱游教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同父异母的弟弟 信王朱游俭的身上了 朱游俭 也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 崇祯帝 那说到崇祯帝的即位呢 其实也是玄之又玄 怎么呢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这天 天启皇帝驾崩了 十年二十三岁而已啊 英年早逝 可是谁都没想到皇帝驾崩 魏忠贤却密不发丧 封锁皇宫 不让消息外传 他想干什么呀 他呀想继续控制大明朝的最高权力 没有想到吧 当时魏忠贤的胆子已经大到了这样的地步 皇帝驾崩的消息他都敢封锁 当然了 他的算盘最终没能得逞 因为在紧要关头 张皇后派人将天启皇帝的遗诏秘密送了出去 随后在英国公张维贤等一帮众臣的拥戴之下 年仅十七岁的信王朱友简继承了地位 称为了崇祯皇帝 可是您肯定不知道 进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崇祯皇帝每天吃的是什么呀 是干粮 自带的干粮 这块你肯定不会信吧 皇宫大内 山珍海味 美食真修 怎么着 也不至于让皇帝自带干粮吧 这是为什么 原来 在朱友简进宫的时候 张皇后曾经专门嘱咐她 物食 宫中食 就是说你不要吃宫里的食物 为什么呢 因为皇宫大内全在魏忠贤和企业室的掌控之中 稍有不慎 崇祯皇帝 就很有可能遭到阉党的毒手 而随后不久的一件事情 证明朱友简的警惕不是多余的 话说几天之后 崇祯皇帝朱友简在自己的房间内阅读大臣的奏章 突然闻到一股子很奇怪的味道 以前是从来没有闻过的 但闻过之后 她的体内随之就出现了一种很飘飘然的感觉 不好 朱友简立马感觉有问题 于是命令太监给我搜 看看哪里说的问题 几经折腾 他们发现味道是从墙壁上一个小洞里传出来的 您猜怎么着 凿开墙壁 朱友简发现墙壁的夹层有一个小太监 手里拿着一根香 而那股味道就是这根香发出来的 这是一根什么香啊 小太监交代 这根香叫迷魂香 而他这么做正是魏忠贤的命令 据说呀 了解到这些之后 崇祯皇帝当时说了一句 他说 黄考皇兄皆为此物也 意思是说 父亲哥哥呀 你们都是被这个东西给毁了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朋友知道啊 太昌皇帝朱长骆 就是朱友简的爸爸呀 登基一个月就死了 天启皇帝朱友教 那是朱友简的哥哥 当了七年皇帝 二十三岁就驾崩了 而他们俩啊 死因一直非常蹊跷 谁也说不清楚 朱友简认为呢 这个迷魂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想见 当时朱友简对魏忠贤 拿什么感觉 恨之入骨啊 对吧 但是您却想不到 了解这一切之后 朱友简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对魏忠贤表现出十足的信任 不仅把先帝的葬礼 皇后妃子的册封这些事情 交给魏忠贤去安排 就册封生母为皇太后这等事物 也都交给了魏忠贤 迷魂香已经被揭穿 崇祯皇帝为何毫无反应 面对新皇登基 魏忠贤有着怎样的表现 而在这场特殊的权力斗争中 新旧两大集团又将进行 怎样的殊死较量呢 魏忠贤焉党案之谜 经典长期正在未因解密 上节说到 虽然识破了迷魂香 可是崇祯皇帝并没有发作 而是摆出一副 和他哥哥一样信任魏忠贤的架势 把宫里一应大小事物 全都交给魏忠贤去处理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魏忠贤把持后宫和朝堂多年 他的党羽众多 关系盘根错节 甚至很多党羽还藏在暗处 朱友简根本就弄不清楚 如果对魏忠贤贸然出手 很可能还没有出手 自己就被灭了 这就是崇祯皇帝进宫后 没敢轻易动手的原因 当然了 虽然皇帝没动手 可是魏忠贤不傻 因为迷魂香被揭穿这是事实 他就琢磨了 这新皇帝到底在想什么 他不出手是有什么意图呢 不行 得再试一试皇帝对自己到底什么态度 有一天他向崇祯皇帝提出 辞去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 那么崇祯皇帝什么态度呢 一口就拒绝了魏忠贤的请求 因为他知道这是魏忠贤在投食问路 只是魏忠贤没有想到 他的这个投食问路啊 却为他后宫的联盟被瓦解 打开了缺口 怎么说呢 前面说了后宫很多重要权利掌握在 且世的手中 这且世就想啊 我也得试试新皇帝对我什么态度呀 于是这个自作聪明的女人 也向崇祯提出辞职 说我要离开皇宫 搬回家里去住 没想到对于他的这个请求呢 崇祯皇帝立马就批准了 理由很简单 且世只是天启皇帝的奶妈 既然天启皇帝已经驾崩了奶妈 当然就没有必要住在皇宫里了 哎呀当时且是这个后悔啊 可是皇帝批准他离宫的预旨 已经下达了 后悔也没有用 就这样 这个崇祯皇帝顺势就瓦解了魏忠贤的后宫联盟 当然要想清除魏忠贤 难度依然很大 怎么呢 咱们不说燕党势力遍布朝野吧 单说两个部门的首脑 兵部尚书和锦衣卫提督 一个掌全国的兵权 一个掌握京城的禁卫军的大权 他们俩都是魏忠贤的死党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那可能就引起兵变了 危及皇帝安全了 所以要想铲除燕党集团 必须得慢慢来 得等机会 那么等到了吗 等到了 而且不能不说 崇祯当时虽然年轻 可是他对付燕党的手段 撑得上牢了 怎么回事呢 起初有人以兵部尚书 崔承秀等人 不守规制回家守丧为由 要求撤掉崔承秀的职务 可是崇祯立马就驳回不准 因为他不知道尚书的人是不是燕党 但是不久之后 一个叫杨维源的云南道御史 对并不尚书崔承秀的弹劾奏章 崇祯却批准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份奏章里边 杨维源不仅说崔承秀为人专横跋扈 而且干了很多坏事 这其中就包括其他人弹劾魏忠贤干的坏事 其实都是崔承秀干的 不仅如此 这个杨维源还在奏书里边 魏忠贤说好话 说先帝在的时候呢 魏忠贤勤勤恳恳人劳人渊 即便魏公公有错 那也是错在不该信任崔承秀 那你要问了 这个杨维源何许人也 其实这个杨维源呢 也是个燕党 他上这份奏书 不过是想把朝廷百官 对魏忠贤的仇恨 转移到崔承秀身上 他玩的这一招呢 其实是一个丢居宝帅的一个计谋 可问题是年轻的重生皇帝 一眼就看出这点 顺手来一个将其救计果断下旨 免去崔承秀的职务拿到兵权 同时对魏忠贤呢 大家褒奖 稳住了燕党集团 最后不久呢 重生皇帝又采用类似的招数 逐步剪除燕党的党羽 直到最后 一旨诏书免去魏忠贤所有的职务 令其离贡回乡 当然魏忠贤并没有真正的回到老家 史料记载 在回乡途中的一个小驿站里边 魏忠贤意外的死了 怎么死的 有人说是突发疾病死的 也有人说 是崇祯皇帝派出的锦衣卫 把魏忠贤给宰了 当然 魏忠贤究竟是怎么死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魏忠贤死后两个多月 崇祯皇帝还干了一件事情 他让人掘开魏忠贤的坟墓 拖出尸首 对魏忠贤的尸体 实行了千到万寡之刑 崇祯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史料当中没有说原因 但有学者认为 崇祯皇帝之所以这么做 他要表达的是彻底 铲除燕党集团的决心 因为从崇祯元年的正月开始 一场抓捕燕党成员的风波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抓了多少呢 历时一年多时间 共有310多名官员 以燕党赋逆的罪名 被革职下狱流放 甚至死刑 这便是崇祯年间著名的魏忠贤燕党逆案 不过对于崇祯元年的魏忠贤燕党案 后世评价不一 有人认为正是因为魏忠贤的燕党把持朝政 导致了大明政权加速走向衰亡 但也有人认为 说魏忠贤全行朝野 其实并不尽然 因为从崇祯皇帝一到圣旨 就可以削夺魏忠贤的权力来看 封建王朝的绝对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其实还是皇帝 所以呢 虽然魏忠贤的确是一个大奸臣 大奸大鳄 但是真正毁掉明朝的并不是他 而是明朝皇帝们自己 对于这种说法 您怎么看呢 好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江西卫视 今天传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